欢迎您再度回到节目现场听海音说故事 你有没有看过蜻蜓造型的建筑物呢 它就矗立在宜兰头城的山坡地上 昂起头 蓄势待发 像是准备飞向太平洋 而盖起这一栋民宿的 是台大昆虫系的教授 叫做石正人 他鬼点子很多 而且他也果真竹梦踏实 把房舍盖好之后呢 为了让客人也能够尝到健康美味的餐饮 这个退休的石教授呢 干脆自己当了农夫 像这样子打造出了这一阶一阶的梯田 还依照生态农法 种出了四五十种以上的蔬果 还请来五星级主厨制作料理 这十二年来呢 都已经吸引了香港 日本 新加坡等国的观光客来造访 这栋蜻蜓民宿的内建呢 有多少的超级密码 现在就跟着我们的镜头 我们带您一起飞翔解密 在这里整地的时候呢 就发现有很多的蜻蜓 蛮天飞啊 所以我跟我太太就在讲 说这些蜻蜓 像苍蝇一样都赶不走 我太太就说 不走就把它留下来啊 就是想把蜻蜓留下来的念头 于是石教授 在海拔两百五十公尺高的山坡上 盖起这一栋蜻蜓建筑 前面这个最高的地方呢 其实应该是蜻蜓的头部了 好 然后两边呢就是蜻蜓的翅膀 然后中间这个一直往后延伸 这个是蜻蜓的身体 然后最后呢蜻蜓的尾巴出现 建筑有着蜻蜓完整的身躯 高耸的玻璃帷幕是他的副眼 白色左右延伸出的民宿房间 正是蜻蜓的翅膀 我一听就是蜻蜓的脚 对 蜻蜓的脚 所以你真的从空中看下来呢 其实就是说在山顶上面呢 有一只蜻蜓顶着呢 然后蓄势待发的想要飞出去 飞向太平洋 坐落头城山头 妙看平原海湾 无边界泳池 山迷水秀环绕着 旅人最喜欢在这放空 2000年那个时候呢 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带学生来采集 那我们要做一些赤眼调查啦 蝴蝶采集 那突然来到这个地方以后呢 我就感觉到很棒 很舒服 所以在问当地的人有没有人要卖 刚好有人要卖 后来我们就开始整地啊 花了很长的时间申请建造 到最后呢就准备盖房子了 台大昆虫系教授石正仁和太太 花了12年时间 才把蜻蜓建筑给打造出来 人的生活呢 跟昆虫脱不了关系 比如说蚊子丁尼啊 它是害虫啊 可是蜜蜂来传播花魂 它又是异虫啊 三十年的教学点滴 里里外外都见到端倪 室内这枕面墙 有着各式昆虫标本 从甲虫到金龟子再到天牛 以及绽放着蓝宝石光芒的摩尔蝴蝶 都清晰可见 虽然大家是来玩 但石教授也想分享 台湾历史精彩的一页 早期的时候 台湾叫蝴蝶王国 就是说蝴蝶多到像苍蝇一样 这样子一个陷阱下去 一个网子扫上来 都是上百只的蝴蝶 所以当时以蝴蝶作为加工 像做成贴画 做成标本 就是每年创造的外汇 好几千万 当时的逼值 进到房间 简洁明亮 最大的妆点是蓝阳景致 尽收眼底 不用磁砖和油漆 水泥屏障降到最低 入夜后 徐学良风早已经驱走夏日酷暑 一场灯火响宴 从海天交会处 延伸到平原内陆 又一路蜿蜒 来到这山林深处 台北请来的 五星级饭店主厨坐镇 灯火烧烤出 一串又一串又有美食 然后我们这里 还有那个柠檬片 有生菜 还有调味粉 你们都可以来拿 台卫是老天爷 赐给宜兰的礼物 两位行男 阿福是台北国宾饭店的主厨 阿杰则是江西老爷的厨师 两人合体坐镇民宿 四条青酱取代烤肉酱 为海鲜注入丰沛香气 清脆爽口的山珍 则是来自石教授的生态农场 所有的蔬菜都是我种的 我是用有机的 我说用雪山山脉 自然的这种矿泉水 来灌溉我们的蔬菜 所以在这里空气好 土壤好 水质好 所以长出来的蔬菜 就特别的甜美 重点它是很健康 石教授说在他还没退休前 每次要带学生野外采集时 晴天晚上就兴奋地睡不着觉 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因此才下定决心 要找到一块退休后 可以自根自足的地 于是房舍盖好了 顺应山坡地形 又辟出一阶又一阶的梯田 小时在院里 割道晒谷故隆的生活 凝固五十后再度重现 长长的梯田 我们沿着这个山坡 一段一段开垢下来 四五十种跑不掉 是啊 葱 酸 九层塔 辣椒 甜椒 番茄 小黄瓜 一公顷的农地里 有机种植着各式各样蔬果 他说这里灌溉的水源 来自雪山山脉 因此作物全适合矿泉水长大 既然是昆虫系教授 对于病虫害防治自有一套 原则是不破坏与大力共生 耳泪 这正在做爱做的事情 运气好好 还可以偷拍到 至于种菜哲学是 少量多样化 互相传插 以避免虫害大爆发 像2014年联合国把它定义为家庭农业 就是说其实70%的粮食 都是靠家庭农业 这种小农方式生产 所以应该是小农 它少量多样化 其实对整个地球生态 是有帮助的 所以一棵棘棘树 像是鹿队长 总是种在树苗最前头 柠檬和青椒可以当邻居 蜗具和红萝卜也是好朋友 可以说一种作物 落脚在哪里全都是询问 这些菜比学生 还听话 学生不听话 有的时候他会跟你 讨论什么很多问题 有很多感情问题 学业问题 还有个人的一些财务问题等等 可是种菜其实它 它就是很快乐的成长 我觉得你只要给它 适当的管理 我们给它肥料 给它水分 选择一个好的土壤 其实它就会长得很好 石教授和太太的分工是 他主外 太太主内 因此每天清晨四五点 就已经在田里干活了 有趣的是 过去在学校 学生得听他的话 现在在农场 他得听主厨的话 我们主厨会开菜单 我会做什么菜 基本上跟主厨 他的菜单是有关系的 好山好水也要有好餐饮 过去是太太当厨娘 后来太忙了 只好请来种后塞 想再提供更精致的餐饮 于是找来阿福 好 感谢太太带你来到这个地方 应该说是加来交信 加来交信 对 白色洋葱 是因为它的香气比较厚 紫色洋葱 是因为它的甜度比较厚 台湾土群的部分 是因为它的香气 比西洋芹还香 可是西洋芹 却比台湾籍菜来的甜 入下后 招牌的炒羊排 挑战着阿福的月彩功力 利用园子里的蔬菜 再加上苹果 凤梨 蒜头 调制成酱汁 将羊排放入其中 冷藏腌制一天 恼人的羊骚味竟然全数消散 再利用烹炒火候 做出一道会让人上瘾的鲜嫩炒羊排 这边老板给我的是没有像台北一样的框框 一定要在这边出什么菜 只要是天然健康精致的菜 我们都可以在这边发挥 所以你这边可以一天移菜式了 这边就是自由发挥 你一天要换多少菜都没有关系 只要是客人满意就OK了 配着羊排吃的凉拌菜苦瓜 别小看它 清脆可口外 竟然还带着诱人茶香 吃进嘴里一点都不觉苦 原本好奇石教授 为什么要种这么多的辣椒 后来萝卜糕解了迷 上头的辣味XO酱 辣味就全来自园子里的超级辣椒 像那个小孩子买玩具 买的时候呢 然后就是很新鲜 买回来以后就不收了 然后就是我要去想办法去把它 然后又要去买新的玩具 这样 然后它 对啊 尤其那个菜园我也是 就是同时间就很多都熟了 然后我就会心疼说它种得很辛苦 可是有的时候不是马上就能够消得掉 而且你卖不出去马上会 两三天就烂掉了 重点是说它买苗其实都不便宜 所以我就 类似这样 香味丸童的石教授 充满理想性格 又爱出鬼点子 让太太又奇又爱 有了生态农场后 她又想进一步做到 能量自我循环 有点像贾胖 但是你就越陷越深 对 因此利用厨余做堆肥来养虫 进而养的鸡可以吃虫 而不用吃饲料 食材回归到最原始 但就在进行期间 苍蝇不受控的到处乱飞 太太只好又忙着在后头收着烂摊子 然后就要看客人很优雅用刀叉 然后还要这样 那个是不小心跑出来 汪人议员教授的生态梦 石太太从家庭又走了出来 跟着旁听大学建筑系的课程 学做建物模型 为了当位称职的厨娘 还去考厨师执照 五甲大的山坡地 就在两人一点一滴 家法原则下有了温度 她很龟毛 龟毛的是教授 她比较快 她比较快 其实就是 这本来就是要做花茶的一个夹子 那再想 做花茶的夹子 我看你们就忙了一下午 要不要先照张相 我们原来是这个样子 好 我们自己照张相 我们都这样 就是以前以后这样 每天白还是需要照张相 对 就是过程 过程要照张相 你要照我 过去石教授是带着学生跑 现在是夫妇相随 注入石农教育的生态民宿 蜻蜓外观尽管让人惊艳 但更想要分享的是蜻蜓点水 深深深不息的意涵